行动电源爆炸还烫伤人 屏东一名郭先生说日前拿行动电源充电 充饱店之后发现热热的 结果过了15分钟竟然就炸开 当下急着要灭火还发生了二次爆炸 吓得要丢掉手也因此烫伤 事后找到了当时买的盒子 上网一查发现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有公告召回 虽然制造商将全责赔偿 但已经让人饱受惊吓 行动电源烧到外壳焦黑 里头中空跟电池完全分离 看看电池也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部分零件也有些脱落 冲完电放着大约15分钟 冲完就碰一声火花跟烟就起来 扑灭那个柜子的火 只有它炸第二次 回想瞬间心有余悸就怕把家给烧了 当下急着要丢掉 但整颗行动电源发烫造成手指烫伤 郭先生说当时冲保电后 就发现行动电源热热的 没想到过了15分钟 竟炸开还二度爆炸 事后找到当时买的盒子 上网查询发现早在两年前就有类似爆炸事件 目前已经稍微15000多颗 消费者有损害赔偿的问题 我们都会依事件的大侠 会做全者的赔偿 据了解2021年爆出安全疑虑 业者启动收回 但卖出5万颗经过两年多 回收数量仅三分之一不到 在传爆炸争议业者表示会负责到底 只要一有膨胀 用久了有膨胀 我们就要停止使用 不少人都有行动电源 专家就提醒 不只使用要注意 购买时也要多加留意 相关检验是否合格 否则若因一时疏忽造成意外 不仅受惊吓 恐怕还受伤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